大家好,欢迎光临毛手作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件小凤梨儿童群的勾织方法 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的线材是毛家的浅月断眼线 需要用到的工具有2.5毫米的勾针 记号扣若干,缝合针,以及剪刀一把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整件衣服的编织顺序 我们整件衣服呢,采用 那么从上往下勾织的方法 先用2.5毫米的勾针呢,去勾长针的网格来起针 然后呢,开始勾织预克花样部分 并且呢,以后片为中心起针 然后呢,先线直14行 然后往往勾织花样部分 一身部分呢,是从后身片左侧起针 编织到右侧腋下,腋下加两组长针的网格针 然后编织前线,左侧腋下再加针和右侧是相同的 最后往返全置,整个衣服 好,那么我们的编织数据介绍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针法符号 看一下这个针法表 这个空心的椭圆代表锁针 这个短十字呢,代表短针 那有时候也会用这个小叉来表示 那世心的这个椭圆是硬拔针 这个一个T字形代谢针是长针 这个三个长针上面一横针 代表三针长针的枣形针 那这个一个V字 那么这两个长针形成一个V字 我们代表一针内放两针长针 三个长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花样 叫一针里面放三针长针 那么这样的倒过来的上面 两个长针并到一起倒过来的 我们叫长针两针并一针 然后这个三个长针倒过来的 放到一起的这样的图案 代表长针两针并一针 这个空的斜三角代表界线 实现的这个实心的三角代表断线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习如何起针 拿出线材,我们找到线头 然后呢,先给它打一个弧结 那么有的线面呢,也可以用勾针去 绕起也是可以的 打好活结之后呢 我们把勾针穿入到这个活结之内 先起三针锁针 逆矢针大线,起三针锁针 挤好之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之内穿入 去勾长针 长针的勾法是逆矢针带线 然后呢,穿入第一针的针目当中 两根线同时穿入 带线过来 然后先逆时针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再逆时针绕线,从后两个线圈穿过 好,现在呢,我们继续起三针锁针 然后呢,穿过哪个地方呢 我们刚才这个勾完之后呢 这块有两根平行的线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我们用这个,先把线圈拉长 这个缝合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勾完这一组这个网格之后呢 这里有两根平行的线在上面 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线 我们要穿入这两根线去勾长针 好,那么每一组都是这样 好,大家看一下 勾针穿入线圈,把线圈拉小 然后绕线穿入这两根线当中 我们把这个缝合针拿下 穿入这两根平行的线当中 然后带线过来 我们勾长针 好,同样的,你看这个勾完之后呢 它又形成了两根这个平行的线 待会我们起完三针锁针之后 还是从这个线圈之内 这个针目之内去勾长针 好,继续三针锁针 绕线,然后从这两个线圈之内穿过 断线过来 绕线,再一时针断线 然后这就又一组网格勾好了 后面一丝类推 好,现在呢我们的第一行 这个网格起针已经起好了 按照图纸我们应该一共要勾37个网格 那么大家可以拿出勾针之后呢 一格一格这样去核对一下 确定是37个网格之后 我们再开始进行第二行的勾支 好,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二行怎么勾支 因为我们前面都是要勾支的 所以我们要往反进行勾支 那么现在我们第二行呢 要往这边去支 看一下图解 那么一开始先要起一个锁针 然后在第一针的这个针目 来勾一个短针 再勾三个锁针 然后在这个两个网格中间的这个地方 再勾一个短针 那么这一圈呢 组合就是一短针三锁针 一短针三锁针这样的组合方式 好,我们先来 在第一针的针目当中勾一个锁针和短针 那么先起一个起鼻针 也就是一针锁针 然后在这个还是我们在这个平行的这个地方 去勾,比较好找 勾一针短针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针上面去给它做一个记号扣 第一针就是刚勾好形成的这样一个小辫子 这就是第一针的针目 备好记号扣之后呢 我们需要勾三针锁针 一,二,三 三针锁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要在旁边的这个两个网格中间 三级的这个地方去勾 我们还是调两根清新的这个线 比较好找 勾一针短针 然后呢,再勾三针锁针 紧接着再在两个网格中间的这个 两根平行的线之内入针 勾一针短针 再勾三针锁针 然后继续两个网格相接的这个地方去勾短针 大家就用这样的方式呢 一直把这一行给它勾完 那勾到末尾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最后勾过来仍然是 到这个开头的这个地方 右侧 然后短针结束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大家就把这一行自己完成 好,现在呢 我们的第二圈已经勾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圈怎么去勾 第三圈首先呢 起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勾两个锁针 然后在第一个这个 形成的这个洞洞里 也就是我们勾的这样一个一个的 这样拱形的线圈里 去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再紧这个 在下一个洞里面去勾长针 两锁针,一长针 然后每个中间再有一个锁针去连接 再勾一长针,两锁针,一长针 就完这样的规律 咱们进行勾针 把勾针穿入仙圈内,拉紧 我们先起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翻转支片 再勾两针锁针 紧接着呢 在这个 第一个这个拱形的洞里面 去勾一个长针 一时针绕线 勾一个长针 勾好长针之后呢 我们要再勾一个锁针连接 好,紧接着呢 在下一个洞里面去勾 一个长针 勾好长针之后呢 再勾两个锁针 然后还是在这个洞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好,那么再用一针锁针连接 紧接着在下一个洞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好,大家这样的这个勾之规律呢 把后面的全部自行完成 好,现在呢 我们已经勾到第三堂的末尾这里了 然后这个花样勾完之后 再用一个锁针连接 最后在这个洞里面再勾 一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结束 好,结束之后呢 我们需要开始勾第四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行子具体呢 怎么去勾之 首先呢 第四行开头这里 我们需要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起三个锁针 然后在这个中间空隙这里呢 勾三针 长针的枣形针 也就是三针长针的并针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空隙 就两个花样中间的空隙 中间这针锁针这里 勾一个短针 继续勾三针锁针 然后在旁边这里勾四针的枣形针 然后在左边这里勾三个锁针 短针连接 那么每一个花样中间 都要用短针来连接 那么同时呢 这有第一个 它是三针长针的枣形针 后面全部是四针长针的枣形针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里呢 是这两部分共同组成的一个开口这里 所以呢 对半去划分一下这个针数 这样的话 开口这里就不会凸起啊 我们是这样做一个分配 好 现在大家来一起勾一下 好 首先呢 这个第三行已经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勾针穿进去 拉紧形圈 掀起一个锁针 然后翻转支片 在这个第一个针目当中 先勾一个短针 勾好之后呢 勾三针锁针 紧接着在旁边这个空格里啊 这个洞里面去勾 三边长针的枣形针 先逆时针绕线 穿过这个洞 然后带线过来 逆时针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这是未完成的一个长针 再继续 逆时针带线 穿过线圈 带线过来 逆时针让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这是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逆时针带线 从这个空隙入针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好 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织好了 然后呢 现在勾针上四个线圈 我们要逆时针带线 一次性穿过这四个线圈 紧接着呢 我们要在左边啊 因为和右边这个要对称 所以在左边再勾三个锁针 在这个空隙里面 旁边这个空隙里面 去勾一个短针连接 然后下一个 继续先勾三个锁针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洞里面勾 四个长针的这种矫形针 然后呢 先逆时针带线 穿过空隙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逆时针带线穿过这个洞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治好了 然后再逆时针带线 还是相同的规律 绕线过去 带线过来 然后呢 逆时针带线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逆时针 绕线 穿过这个洞 带线过来 逆时针绕线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好 现在呢我们四个未完成的长针都勾好了 此时针绕线上有五个线圈 逆时针带线一次性穿过这五个线圈 就完成了 好 我们在勾手上注意不要把线勾劈了 然后呢和右边对称再勾三个锁针 在旁边这个洞里面勾短针连接 后面呢勾法都是这样 我们再来演示一组 先是三个锁针 逆时针带线穿过旁边这个空洞 让线过来 让线穿过两个线圈 再继续 让线穿过这个洞 带线过来 让线穿过两个线圈 好 再逆时针带线 穿过这个洞 带线过来 一时针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一次 还是这样 然后呢 此时勾制上有五个线圈 我们给它一次性 绕线带过这五个线圈 然后三针锁针 还是在旁边这个洞内勾短针进行连接 好 那么后面呢全部是这样的勾法 那么大家就按照这两组花样的勾法 一直把这一行给它勾完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的这个地方呢 和其他组的不太一样 左侧呢少了三个锁针 我们勾到这里再教大家如何去勾 剩下的全部按刚才演示的这两组去勾制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我们已经勾到这个第四行的末尾这里了 然后前面呢 全部是按刚才的这个花样勾好了 然后那么最后一针怎么去勾呢 我们还是同样新锁三个锁针 然后呢和前面不同的是 我们只在最后这个格子当中勾一个四针的长针的枣形针就可以了 先逆时针带线穿过这个空隙 大的这个空隙 然后呢逆时针带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再继续勾 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勾第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 逆时针带线穿过这个洞 再带线过来 逆时针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这样呢四个未完成的长针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勾针上呢 现在有五个线圈 逆时针带线一次性穿过这五个线圈 我们这个第四行呢就结束了 把它开下图纸 第四行呢 就是最后的结尾这里 直接是四个长针的早线圈结束就可以了 那么第五行呢我们要再继续勾回去 那首先呢这里进行一个锁针 起地针 然后勾一个短针 就是在这个早线圈上面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中间呢我们要勾四个锁针连接 在下一个早线圈上再勾短针 然后后面呢是五针锁针连接 勾一针短针 五针锁针连接勾一针短针 也就只有第一针是四针锁针 后面全部是五针锁针进行连接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现在是第五行 首先起一个锁针 作为起地针翻转质片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针的针目上 去勾一个短针 也就是在这个早线圈上的这个针目 勾短针 好 这个第一针的针目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穿过两根线 这就是针目 然后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用四针锁针连接 一二三四 四针锁针连接之后呢 我们再在下一个早线圈上面的这个针目 去勾 去勾 短针 好 然后继续 我们后面用五路锁针连接 一二三四五 连接好之后呢 再在下一个早线针上面的这个针目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看单独的这里有个稍微大一点的针目 穿过两根线 再先过来勾短针 好 那么大家就按这样的规律呢 一直把这一行给它勾到末尾处 我们再来教大家如何去勾 那么末尾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 末尾呢 勾过来和前面一样的 都是四个锁针连接 在最后一个早线圈上勾短针结束就可以了 好 那么剩下的大家自己来完成 好 现在呢 第五行我们已经勾到末尾这里了 那么最后这里我们要用四个锁针连接 四个锁针连接之后呢 然后和开头的这个早线针 这针针目里面去用短针连接 也就是在这针当中勾短针结束 好 第五行结束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行怎么去勾啊 第六行从这里开始 先起三个锁针就一起针 然后在这个 刚才锁针形成的这个空洞里面 去勾四个长针 紧接着在后面每一个锁针形成的这种 空隙当中呢 都是勾五个长针 大家来勾一下 其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翻转支片 那么在第一个这个空格当中 勾四个长针 先逆时针大线 穿过这个锁针形成的这个链条 拉过来 逆时针大线 然后再一次 逆时针带线穿过两个线圈 只有一个长针 逆时针带线穿过这个洞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先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再从后两个线圈穿过 这就是长针的勾法 后面全部呢 再勾两个长针 好 第一个里面的长针呢 就勾好了 然后紧接着在旁边的这个洞里面 大洞里面再去勾五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啊 之前我们讲过 那么大家看我眼神 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 有这二次线 然后穿过这个链条形成的空隙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 先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带线 穿过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长针 继续 四个长针 好 五个长针 勾好了 那么后面呢 每一个这个链条形成的空隙当中 都要勾五个长针 那么大家就顺次呢 把这一行 全部给它勾完 只有最后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行 只有最后的这个地方 那和前面都是一样的 因为实际上 你看看头这里呢 这三个锁针 加上这个起立针 加上刚好也相当于 十五个长针 那么后面就都是五个长针 一直到这个末尾这里 也是五个长针 只不过最后一针长针 要勾在这个 开头的短针 这个针目上 这点大家要注意 后面呢 就仔细完成 好 现在呢 第五行 我们已经勾到末尾这里了 然后还剩最后一个网格 里面要去勾五个长针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 前面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在这个网格当中勾 四个长针 然后在这个边边 这针目当中 再勾一针长针 一共是五个 先勾四个 在这个空格里 好 四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 在最后这个针目当中 穿过两根线 你看最后这个针目当中 再去勾一个长针 那么这就是 一共五个长针了 和前面不同的是 最后一针要勾在 这个边边这里啊 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第七圈怎么勾 第七圈呢 先看一下 开头三个锁针 作为起底针 然后呢 锁两针 继续在这个 旁边这个五针组合当中的 中间这一针 去勾这个加针了 这一针 针目当中分别要放 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和三个长针 然后呢 中间用四个锁针进行连接 后面是在这两个 五针组合的中间 去勾一个加针 也就是两针 也就是两针长针的加针 紧接着要勾一个 四针锁针的连接 和前面一样啊 那么后面的勾法 都是这样 两个组合一个循环 啊 那么大家就这样去勾 先来勾三针锁针 作为起底针 起底针勾好之后呢 进手起内 我们可以在这个 第三针锁针上面 给它别一个记号扣 穿过两根线圈 别一个记号扣 然后翻转支片 再勾两个锁针 紧接着呢 我们要在旁边 这个五针组合当中的 中针之针 我们先找到中间之针 入针 先勾三个长针 在同一个针目当中去勾啊 第二针长针 第三针 仍然是在这个针目当中 入针去勾 勾好三个长针之后呢 我们再用一个锁针连接 勾一个锁针 继续在这个针目当中 再勾三个长针 始终是在同一个针目去勾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在这个针目当中 加出了一个这种扇形花 好 勾完之后呢 我们后面要用四个锁针连接 那么一二三四 好四个锁针连接完之后 我们继续在后面的这个 两个五针组合的中间 两个五针组合的中间 我们在这个空隙里呢 勾两个长针的 扎针 那么先在这里面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再在这里面勾一个长针 好 勾好之后呢 继续用四针锁着连接 应该是空一个啊 在这个空一个 然后在这个五针中间 去勾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加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先在这个针目当中 勾三个长针 然后呢 再勾一个锁针 同样在这个针目当中 再勾三个长针 好 我们勾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出来 先是这样一个扇形花 然后加一个这种微字的加针 紧接着又是一个扇形花 再接一个微字的加针 那么每个中间 都要用这个四针锁针去相连 每个间隔当中 都要每两个花样中间 都要用这个四针锁针去相连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 一共两组 两组半勾好了 这是一组 这是一组 那么后面呢 全部按这样的方式 去进行勾支 好 现在第七行呢 我们已经勾到最后 这个花样这里了 勾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 先勾两个锁针 然后呢 再在最后的这个针目当中 勾一个长针 好 找到最后这个针目 好 勾长针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行 怎么去勾支 看一下图纸 第八行呢 首先呢 开头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呢 勾一个长针 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在上一行的这个 两个花样中间的 镂空处 再勾一个相同的花样 然后后面是四锁针连接 然后在这两针上面 分别再勾两个长针的加针 好 那么我们就来这样的规律 去试着勾一下 先洗三针锁针 作为起立针 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呢 找到这个开头的这一针 我们可以在这一针上面 去别一个记号扣 我们勾完之后 你看到第三个锁针这里呢 我们穿入 穿过两根线 然后别一个记号扣 好 代表这是开头的第一针 然后呢 翻转支片 我们还是在这个针目当中 就刚才勾至这个针目当中 去勾一个长针 穿入这个针目 勾长针 那么记着大家每次穿入针目的时候 都是穿过两根线 长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用三个锁针 进行连接 一二三 勾好之后呢 紧急着在上一圈 这个两个三针长针中间的 这个镂空处 再去勾相同的花样 就仍然是在同一个针目当中 先勾三个长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 长针勾好之后 勾一个锁针连接 再在相同的针目当中 再勾三个长针 好 这个花样勾好之后呢 我们紧急着在后面 锁四个锁针 一二三四 然后我们就需要进行加针了 好 这次呢 要在这个两个长针针目上 分别再勾两个长针 先在第一个针目上 绕线 穿入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长针针目的 这个上方 有两个这个小辫子 这就是它们对应的针目 好 先在第一个针目上面 去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勾个长针加针 同一个针目当中 勾两个长针 然后再在旁边的这个针目当中 这个针目当中 再勾两个长针 要线 入针 一个长针 再绕线 入针 两个长针 好 完成加针 然后紧接着 我们再用四个锁针连接 一二三四 四锁针连接之后呢 继续刚才的规律 我们还是在这两个 三针的中间空隙处 去勾相同的花样 先是三长针 再勾一锁针 然后再在这个针目当中 勾三个长针 好 紧接着 我们继续用四个锁针连接 还是有刚才相同的方法 在这两个针目当中分别 勾两个长针 先在第一个针目当中 我们同样还是穿过两根线 先勾两个长针 在同一个针目 再勾一针 然后紧接着 再在旁边这个针目 再勾两个长针 那就分别进行 两个长针的加针了 好 后面呢 用四个锁针连接 我们发现呢 这两组花之间 始终都是在用四个锁针连接 那后面呢 大家都就用前面 这两组的勾置规律 去进行勾置 把这一行全部勾完 勾到末尾 我们再来教大家如何勾置 现在第八行 我们已经把末尾 最后的这个花样勾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在第八行的末尾 这里需要勾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在最后的这个针目上 要去勾两个长针 好 先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最后的这个针目 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这个最上面这里 这是最后的这个针目 我们在这针入针 去勾两个长针 那么新手姐妹呢 可以如果你分不出来的话 一定要在就是上一行的 这个地方扣一个记号扣啊 好 那么现在第八行呢 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第九行怎么勾 首先第九行要起三针锁针 作为起立针 然后在旁边这里的这个针目上 勾两个长针 紧接着后面三个锁针 然后还是在这个扇形花样上 去勾这样一个扇形花样 后面呢三针锁针连接 然后在这个上一行呢 不是这有四针长针吗 我们在这四针的两侧的 这两针上进行加针 中间正常勾长针 然后旁边再用三锁针连接 勾一个扇形花 三锁针 再和这个加针相同 去进行勾之 好 那我们试一下 首先起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勾好之后呢 在这个第三针锁针上 我们给它勾一个记号扣 给它挂一个记号扣 挂的时候呢 要注意框穿过两根线 这样去挂 好 挂好之后呢 我们翻转直片 紧接着在旁边这个针目上 去勾一个长针 因为我们要在这针上去进行加针 还要在这同一个针目上 再继续勾一个长针 好 那我们就加出了 这样一个V字形的 加针的样子 好 紧接着呢 我们用三针锁针连接 一 把这个脱掉了 再给它创回去 二 三 三针锁针连接之后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扇形花中间 这个空隙处 再去勾一个相同的花样 就是三长针 一锁针 三长针 三个长针先勾好 一个锁针 然后再在这里勾三个长针 好 紧接着后面呢 我们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再在旁边的这个地方 两侧进行加针 那我们就在这个右侧 加一针长针 比如说加这一个针目当中 要勾出两个长针 勾好了之后呢 中间两针呢 是正常去勾制长针的 然后在旁边的这个 最外侧的这个针目呢 我们再给它进行一次加针 就是在这个针目当中 勾两个长针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三角形的 这样越来越往两侧 扩的这样一个样子啊 即使我们这一边的加针 又完成了 好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了 这样两组 后面呢 这一圈 后面这一行 大家呢 就自行给它完成 到末尾 我再告诉大家如何勾制 好 现在呢 第九行 我们已经勾到了末尾这里 我们在这个末尾这里呢 这个花样勾完之后呢 勾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我们在后面的 两针长针针目当中 第一个针目呢 就是除了交口旁边的 这个针目当中 我们要进行一次加针 也在这个针目当中 要勾两个长针 一个长针 再在这个针目当中勾一个长针 加针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在最后 记号扣这个针目当中 去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那我们先把记号扣取下 然后在这个针目当中 入针 勾两个长针 勾一个长针 在这里面勾一个长针 结束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勾第十行 第十行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第十行呢 开头这里先是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紧接着在旁边的这个针目当中 正常的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在旁边的这个针目当中 要进行一次加针 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当中 要放两针长针 紧接着三针锁针连接 然后扇形花样 上面正常勾扇形花样 只不过这里不同的是 它的底下呢 都是一个锁针连接 这里要用两个锁针去连接了 相当于这个扇形扩大了 然后这边呢 是三个锁针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 长针针目的两侧 我们要进行加针 分别在两侧的这个针目当中 要放两个长针 大家可以看出来 后面仍然是按照这个规律 那么我们三针锁针连接 然后呢 还是在这个 扇形花上面去勾扇形花 这里要特别注意 多一针锁针 然后后面还是一样的规律 和这边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勾之一下 好 那么首先勾三针长针 作为起地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仍然是在第一针呢 就是一个第一针 这相当于就勾了第一针了 那么我们三个锁针的长度 就相当于是一针长针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最后的 这针锁针之目当中 给它扣一个记号扣 穿过两根线 扣上代表第一针 然后转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第二针的勾之 第一针连到这呢 相当于这就是第一针的针目了 我们不管它 因为已经勾了一针了 我们要在旁边的这个针目当中 勾一针 然后呢 刚才我们看到 第十行的开头 这里要进行加针 那么我们就要在 最边边的这针长针 针目上进行加针 穿过针目 在这同一个针目当中 勾两针长针 好 这里的加针就完成了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连接 那么在这个扇形花当中呢 空隙当中 去勾 三个长针 就是同一个针目 先勾三个长针 然后呢 这次和前面不同的是 中间要连接两个锁针 然后再在这个空隙当中 再勾三个长针 好 那么这样一个扇形花 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紧接着后面 还是相同的 我们要用三个锁针连接 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两侧 进行加针 那么这是一个 刀三角形 我们在这个 两侧的长针织目上 分别要勾两个长针 先在这里面 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在同一个针目当中 勾一个长针 然后紧接着呢 中间呢 一对一的正常勾长针 一对应的去勾长针 在每个针目上 也就是中间有四针长针 是一对应的去勾之的 然后紧接着呢 那又到了左侧的这针 我们在这里 要进行加针 那在这一个针目当中 要勾两个长针 好 勾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组加针就完成了 紧接着呢 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还是在这个扇形花中间的空隙 这里去勾扇形花 这个漏掉了一根线圈啊 我们要给它还原回去 要不然的话 勾出来的效果就不对了啊 重新勾一下这只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在这个任务当中 去勾一个长针 好 再勾一个长针 三个长针勾好之后呢 中间有两个锁针连接 然后同样在这个针目当中 再勾三个长针 先一定要带紧啊 这儿满就容易脱线 好 这次勾好了之后呢 我们用三个锁针连接 和之前一样 然后呢 还是在这个两侧 然后进行加针 先在右侧的这个针目当中 勾两个长针 好 勾好两个长针之后呢 中间的四个长针 一对一来去勾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然后呢 在左边这个针目当中 再进行四加针 也就是在这个针目当中 勾两个长针 好 那么大家就按照 这样的规律呢 一直把这一行勾完 那么前面我给大家 演示了两组 那么大家全部 按这样的规律去勾 就可以了 到末尾 我再来告诉大家 如何勾之 好 现在呢 我们 第十行呢 也勾到末尾这里了 那上行花之后呢 勾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我们需要 在这三针 长针的最右侧之针呢 要先给它进行一个 加针 也就是在这个针目当中呢 先给它勾两个 长针 同一个针目当中 去勾两个长针 还是这个针目 好 两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后面两个针目当中呢 一一对应的去勾长针 好 长针勾完之后呢 最后这个针目当中 再勾一个长针 好 现在第十行呢 就勾好了 然后第十一行 我们还是一样 先起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我们就可以按照图纸呢 自己去往下勾 然后十一行 先起三个锁针 还是在这个第三个锁针上 别上记号扣 穿过两根线 别上记号扣 然后翻转支片 我们十一行呢 同样呢 就是 十一行这里呢 就不需要再去加针了 我们只需要在这四个针目上 分别对应去勾长针就好了 第一针已经勾好了 然后我们在第二针的针目上 去勾长针 因为这三个锁针呢 就相当于 已经是第一针长针了 然后这是第二针 然后对应第三针 第四针 好 我们开头这里呢 先带大家勾完 然后我们看看 整体的这一行的勾支规律 我们来看一下图纸 十一行呢 是往这个方向去勾的 那么我们先看 它三个锁针在一起 然后后面三个长针针目 分别对应勾长针 后面还是用三针锁针连接 连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扇形花上面去 还是勾一个更大的扇形花 那么这点 就要注意的时候 前面一行不同的是 中间要用三个锁针连接 就是在这个空隙当中 先勾三个长针 再勾三个锁针 再勾三个长针 然后中间连接呢 也是三个 仍然是三个锁针 后面呢 我们这一行呢 就是不加不减的 在这个中间这里 对应勾长针了 然后应该是 一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长针 然后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再在这个扇形花当中 勾三个长针 三个锁针 三个长针 那么就按这样的规律 大家一直把这一行 给它勾制完 好 我们现在演示两组 那么前面的勾完之后呢 我们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中间呢 去勾三星花样 先勾三个长针 然后这次和前面不同的是 这一行是用两个锁针连接 那么我们这一行 要用三个锁针连接 连接好之后呢 再去在这个针目当中 勾三个长针 就始终在这个洞里面去勾啊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中间仍然是 还是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呢 这个是一对应的 去勾八个长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跟前面一样的 那么后面这一行呢 大家都按这个规律 把它勾完 到末尾 我们就来教大家 好 现在呢 十一行呢 我们也勾到了末尾这里 然后勾完这个顺形花之后呢 我们要继续 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要对应的 在后面一一对应的 去勾长针 一共是四个针目 分别对应勾针长针就可以了 一 二 三 四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记号口去掉 现在呢 我们来勾第十二行 十二行 任人需要开头这里 起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好 起好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 在这个 最后的这个锁针当中 别上记号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起完之后呢 这个十二行 应该怎么去勾之呢 来看一下图纸 十二行开头这里呢 先起三个锁针 然后紧接着在后面一个针目 当时正常的勾一个 中 勾一个中间这个地方啊 要勾一个长针 然后紧接着在后面的两针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长针的并针 二并一啊 就两个长针 给它合并成一针 然后用两个锁针连接 然后后面呢 它要在这三个针目上 一一对应的勾长针 紧接着用两个锁针连接 然后在这个扇形化中间的空隙这里 勾四个长针 然后再用两个锁针连接 在旁边的这三个针目上 对应分别勾一个长针 那么也就是一共是三个长针 紧接着再用锁针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行勾完之后 我们十二行要进行收针了 在这个两侧的长针针目 把这两个长针一并 这两个长针一并 然后中间正常勾四个长针 那后面的规律呢 就和前面讲述的是一样的了 我们来试着勾一下 好 三个锁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去勾长针 就是在这个第二个针 第一针已经弄三个锁针 起好了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针目上 去勾长针 好 然后这两个针呢 我们要进行长针的并针 先在第一个长针目当中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个我们不要把它勾完 留两个这个针目 那个线圈不要勾完 然后再逆时针代线 穿过旁边这个针目 代线过来 逆时针要显从前两个针目穿过 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然后呢 后面 我们要逆时针代线 一次性穿过这三个线圈 这就是两个长针并一针 勾好了 那么中间呢 我们这次是用两个锁针来连接 连接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在这个针目上去 一对应的去勾长针 一共要勾三个长针 三个针目上分别 去勾一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要用两锁针连接 连接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在中间这个洞里头 要勾四个长针 要勾四个长针 二 三 四 好 四个长针勾完之后呢 仍然是用两个锁针连接 然后再在旁边的这三个针目上 分别勾长针 一 二 三 好 后面呢 我们再继续用两个锁针连接 然后呢 这次要在这个两侧 要进行并针 和刚才一样 先逆时针带线 穿过第一个针目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 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然后我们这个长针 不要给它勾完 那么再在第二个针目当中 绕线 入针 逆时针带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过 现在我们勾正有三个线圈 然后我们绕线 一次性从三个线圈穿过 这就是二柄一了 然后紧接着中间呢 勾四个长针 一一对应的 在每个针目上去勾 好 四个长针勾完之后呢 还剩下两个长针针目 我们在这两个上面 再比进行一个二柄一 那么先在第一个针目上 入针 带线过来 逆时针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不要把它勾完 再逆时针绕线 穿过第二个针目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 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好 现在勾正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线一次性 穿过三个线圈 那么这就是两侧的定针了 你看两侧都收了 那么它又开始往下收了 后面呢 大家就按这样的方式 把这一行给它勾完 勾到末尾的时候呢 我们和前面开头的一样 仍然是要在这里 进行一次收针 只不过这里呢 十二行的末尾呢 我们是要先收针 就是先在这两个针目上 就收针 然后最后两针 一对一的去勾长针 那么勾到末尾 我们再告诉大家 好 现在呢 十二行 我们已经勾到末尾了 然后呢 我们仍然是 把这个扇形花勾完之后 用两个锁针连接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两针呢 进行一个长针的并针 也就是二并一 先逆时针带线穿入第一个针目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从前两个线圈穿过 我们呢 先不要把这个长针勾完 然后再绕线 从第二个针目穿入 带线过来 逆时针带线从前两个线圈穿过来 然后呢 现在勾中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性 穿过三个线圈 那还剩下两个针目 然后我们分别呢 勾一个长针 每个针目当中 对应勾一个长针 好 再在最后的这个记号扣这个针目当中 也就是最后一针 再勾一个长针 好 那么十二行就完成了 十三行还是一样 我们仍然要起三个锁针 作为起底针 切好之后呢 还是把记号扣别在第三个锁针上 把这个针针拿好啊 然后 别上记号扣 好 然后翻转纸片 好 现在十三行呢 我们再看一下如何进行勾针 看图纸 十三行开头呢 三个锁针 切好之后 我们要在后面这两个针目上进行长针的 两个长针的并针 两个长针二并一 然后紧接着呢 嗯 再锁两个锁针 然后在后面的这个三个针目上 一对应的勾长针 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前一排是用两个锁针连接 我们这一行就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呢 在这个四针的针目上面 我们要进行加针了 那么这次加针是在中间去加两边的 一对应的勾长针 中间的两个针目分别放两个长针 然后呢 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后面三个针目再给它勾 三个长针 然后后面呢 依此类推和前面这个勾制规律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那么这里呢 是在两边呢 还仍然是要进行这个收针 长针的二并一 中间两个长针正常针 旁边呢 再二并一 三个锁针 然后旁边这个规律和我们刚讲的这个是一样的 就不重复赘述了 好 现在大家来试着勾一下 十三行啊 勾完三个锁针之后呢 我们要在后面这两个针目上面进行并针啊 长针的并针 先在这个针目上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 然后再在后面这个针目上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有三个线圈 我们一时针带下一次 穿个三个线圈 和前面这个并针方法都一样啊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这一行注意呢 用两个锁针连接啊 这里是用两个锁针连接 推掉一个 然后呢 紧接着要在旁边的这个针目上呢 先去勾 三个长针 一对应的去勾 一 二 三 勾完之后呢 我们要用三个锁针连接 三个锁针连接之后 我们需要在 这个四个针目上面要进行这个加针 那么先在第一个针目上去勾 正常的一针长针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在中间的两个针目上进行加针 先在这个针目上勾两个长针 那也就是在这一针当中要放两个长针 然后再在下面这个针目当中也放两个长针 同一个针目里面放两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在最后这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 好 然后后面我们要继续用三个锁针连接 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再在这三个针目上分别对应勾长针 一 二 三 好 紧接着勾完之后 我们继续用三个锁针连接 中间都是三个锁针连接啊 那么只有开头和结尾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进行两个锁针连接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行的规律 那么后面这里呢 我们要继续进行收针了 收法还是一样 要在这个两侧进行收针 先在这两针进行收针 那么先在第一个针目当中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个没勾好啊 我们再重新演示一下 第一个针目上面先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在第二个针目上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呢 绕线一次性带步三个线圈 紧接着中间两针正长一对应勾长针 好 旁边的这两个针目呢 再进行二变页 先在第一个针目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在后面这个针目上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带线穿过三个线圈 后面呢 大家就按这样的方法把这一行给它勾完 好 现在呢 我们13行已经勾到末尾这里了 13行的末尾我们看一下图纸 那么这个扇形花勾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勾两个锁针进行连接 然后进行两个长针 第一针 然后再在最后一个针目中勾一针长针结束 好 先用两个锁针连接 然后呢 在这两个针目当中进行两个长针的并针 先在第一个针目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再在第二个针目去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呢 逆时针带线一次性穿过三个线圈 我们再在记号扣的这针目当中 去勾最后一针长针 好 那么13行呢 就勾好了 我们看一下14行怎么去勾 14行开头仍然是要用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在旁边这个针目正常的勾长针 用三个锁针连接 旁边这个分别勾一个长针 一共勾三个 然后呢 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我们要在中间这里呢 这三针要分别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并到一起 就是三个长针并一针 然后用六个锁针连接 再三个长针并一针 三锁针 然后三个长针对应去勾 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这呢 剩下的四针 两针两针一合并 就是分别两个二并一 然后呢 三个锁针连接 三个长针 然后又到了这个 和刚才这个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不重复相解 好 那么现在我们试一下 首先呢 先起三个锁针 作为起底针 我们仍然是用记号扣 给它别上 好 紧接着呢 我们要翻转织片 把线放在左手边 翻转织片之后呢 我们要在 开头这里正常勾一针长针 把旁边这个针末 正常勾长针 勾完之后呢 要用三锁针连接 1 2 3 然后这里呢 三个针末 分别一一对应正常的 去勾长针就可以了 一针 两针 三针 勾好之后呢 再用三个锁针连接 紧接着呢 我们在这里的六针 就是这三针一合并 这三针一合并 我们先在第一个针末当中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在第二个针末当中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在第三个针末当中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此时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我们一时代一下 一次性穿过这四个线圈 这就是三针长针分一针 然后在旁边呢 我们要用六个锁针进行连接 一二三四五六 过渡一下 现在第一个针末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在第二个针末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第三个针末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 带线一次性 穿过四个线圈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勾好 大家看 勾好之后是这个样子 好 紧接着我们用三针锁针连接 把旁边的这三个长针 以对应的勾完 正常对应针 我去勾长针就可以 好 那么我们每次连接的 都是三个锁针 再勾三个锁针连接 紧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 这边的这个两侧 仍然要继续去剪针 好 那么我们刚好 剩了四针针目了 那我们就每两针 进行一合并 现在第一个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再在第二个针目上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 一次针带线 从这三个线圈穿过 然后我们再在 后面两个针目上 去勾并针 现在第一个针目 勾一个未完成长针 再在第二个针目 再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一次性带线 从这三个线圈拉过 那么大家就按这样的方式 把这一行给它勾完 好 现在十四行呢 我们已经勾到末尾这里了 我们要在最后这里呢 进行 两个长针并以针的勾支 那么先在 第一个针目当中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个针目一定要穿对 是穿过两根线 好 勾过来 未完成的长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在 记号扣的这个针目当中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取下记号扣 然后在这里 录针 好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起时勾针 有三个线圈一丝形穿过 这三个线圈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十四行呢 就勾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行怎么勾 在十四行勾完之后呢 我们十五行要进行圈勾了 那么也就不能叫十五行 要叫十五圈 那么这个十四行勾完之后 它要进行一个手尾的这个引拔 那么我们先来进行一下引拔 那么怎么去引拔呢 我们把这个织物的首尾啊 给它平铺 这个圈一定不能扭转了 大家一定要拼 拼好了 再取勾 好 那么首尾呢 我们之前呢 在这里做了一个记号扣啊 我呢 提前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了 在这个开头的这一根 这一目当中 我们和这个开始连接 那么呢 也就是说 在这里要进行引拔了 我们把线放在后头 好 引拔 引拔针就是穿过这个针目 然后带线过来 再把这个线 直接从右边那个线圈拉入 好 那么这个引拔好了 紧接着呢 我们十五行 我们在十五圈了 这时候 要叫十五圈啊 十五圈的开头呢 起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然后紧接着呢 在旁边勾一个长针 然后两锁针 这三针针 五一对应勾长针 三锁针 然后在这个长的锁链 上面要勾十二个长针 旁边又是三锁针连接 然后三个长针正常勾支 然后是两锁针连接 进行一个长针的二并一 然后再两锁针 然后这里是对称的 和前面不一样 它是两个锁针连接 然后又是三个正常长针勾支 三锁针 十二个长针 三锁针 那么就一次这样循环 我们来试一下 先写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我们仍然是在第三个锁针上 接下记号库 那么这也就代表 十五圈的第一针 好 切好之后呢 紧接着我们在旁边的这个 在旁边的这个针目 少要勾一个长针 旁边的这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 先绕线 然后穿入 勾长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在旁边的这三个 长针上一一对应的勾长针 勾好之后呢 继续用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在旁边这个长的锁链上 我们要勾十二个长针 一边勾的大家可以一边数啊 勾好之后可以确认一下 是否十二个 然后再往后继续勾之 稍微大紧一点啊 要不然这个它松散了不好看 好 还差两个 好 我们确认好勾十二个长针之后呢 一定要数清楚啊 那把这个数一下 二四六八十十二 刚好十二 然后紧接着再起三个锁针连接 好 三个锁针连接之后呢 我们在后面的这三针长针上面 正常的一一对应勾长针 好 勾好之后呢 再用两个锁针连接 我们这里呢 要把这两个针目进行二 两个长针的这个二比一 先勾一为完成长针 再勾一为完成长针 然后绕线一次性 来 我先个线圈 好 那这一圈呢 我们就全部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这一圈勾完到末尾 我们再来教大家如何进行勾住 这个十二个长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仍然是用三个锁针连接 最后呢 要在这三针上面去勾长针 那么首先我们先在前两针上面去 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分别去勾一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最后这里按照图纸呢 我们的第三针的这个长针 要和开头的这个 起立针 进行一个二比一的勾置 也就是要进行两个长针并一针 先在这个长针针目上去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呢 再在开头的这个针目上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呢我们一次性绕线 从这三个线圈拉过 好这就完成了